好 那麼我想請教一下惠珠 這樣對中國的經濟傷害大不大 其實很大 因為其實中國人民有十四億人口 其實他們這內部有兩股勢力 如果像一般像你說 比較高階的那些主管 或者像我的同學 他們這些希望要出國 他們當然希望能夠儘快解封 可是還有很 你不要忘記中國還有很多人 他們是比較中低階層的人 他們其實根本不需要出國 所以事實上他們有時候會希望說 政府管得越演越好 但是就是說其實在第一年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國外還有死了好多人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中國控制得蠻好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習近平的聲望還是不錯 還是蠻多人很支持他的 所以那時候如果你稍微罵政府的時候 還會引來很多批評 可是現在是變成怎樣 現在是連中下界的人 都已經開始在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想被關了三年 然後你都沒有錢賺 我舉一個像我妹 他們的司機跟阿姨 他們因為有時候 他那個宣布一封 一封是突然是封的 就像他們是 說封就封的 說封就封 他有一個晚上 他就說要封城了 結果他們就趕快逃 那個司機都說 他們那時候是有牆就爬 有洞就鑽 他說我不騙你 我真的是 踏著公安的身體逃出來的 後來他們就真的 因為你不曉得要被封多久 對 因為你 因為你只要被封出來 你就沒有 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可以鑽 那你開車 你如果逃出來 你還是可以鑽 但是你知道這厲害就來 因為現在他們都有健康碼 所以他碼 雖然他逃出來 可是他的健康碼 馬上顯示成黃碼 他在肯德基又被抓回去 就被關在那個飯店裡頭 如果你沒有逃出來 你可能關在家裡 可是你逃出來 你被抓回去 你就要關在飯店裡頭 所以這是市井小民 他們開始已經覺得說 因為他們已經危害到 他們生計 這三年來 其實已經危害到他們生計 他們現在其實聽說他們罵得 比台灣人還要來得兇 那為什麼說中國這幾年的經濟很慘 其實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看 就是說我們看這三年來 其實這全是有三個黑天鵝 第一個是中美貿易 然後第二個就是COVID 第三個就是烏爾戰爭 那我們先從中美貿易開始來講 因為那時候就是中美貿易的衝突 就是讓很多的各大企業 他們都採取 第一個採取這個China Plus 就是說你現在企業家 你在中國設廠 你一定要再多有一個備源的方案 你大企業像鴻海 台積電 台塑這種 你就一定是要到美國去設廠 那像中小企業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像東南亞或什麼越南去設廠 所以你就會照 分散風險 分散風險 像現在最近我朋友在那個Intel 他還說他們現在就要求他們供應商 要在中國跟台灣以外的地方設廠 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地區 其實風險性都蠻高的 為了不要供應鏈斷掉 他們就是會有這樣要求 那你想想如果中國這樣 是不是就造成這個外資大量的撤退 所以這幾年來 外資就已經撤出中國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看那個大企業 還有辦法營營 那中小企業你看 你動不動就封城 所以你隨時就是馬上 就是你沒有辦法生產 那你就很多 像東莞的中小企業 大概這幾年 大概就倒了 差不多三成 像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封城的時候 我就聽我朋友講說 可能你要的東西只是一個 一百多塊的東西 但你付運費要付到 一千多塊人民幣 就是他們就是會 漲十倍 對 就是因為沒辦法 像我一個朋友 他年薪上千萬人民幣 他說我沒有想到我這輩子 竟然還要面對這種 十五倍配給的這種制度 他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他真的就是活生在中國上 那我如果被封在 他們所謂的小區 就是在社區裡面 他們的社區都是高樓 那高樓二三十層 然後我就要叫 外賣 叫外賣 那外賣有那麼多嗎 就因為像這次上海的封城 是連外賣都封 所以這邊會造成運費 剛開始的時候會運費很亂 可是像深圳 他們就是沒有封那些 就是外賣如果封 我們叫食物怎麼辦 對 所以就有人就是聽說我朋友說 他有的朋友住在那個大樓裡頭 家裡真的只剩下一兩顆雞蛋 因為今天早上我才跟我的朋友 我問他說 你們最近這樣抗議 你們有什麼影響 他說沒有 我現在還要出去兩天一夜晚 就是他們 有些人他們就真的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像他是說 當時上海在封城的時候 像他們住在小區的 小區就是像他是住在別墅 他說因為還可以出去走一走 然後他說如果你有團購能力 像他們有團長的話 他說那就是救世主 團長會幫你團購食物來 所以他們是沒有問題 可是他真的有問題是住在那種高樓裡頭 像你不開火的 你可能瞬間就沒有 你沒有辦法叫外賣 然後你家裡沒食物 有人可能真的兩天都撐不過去 對 那因為這一次很特別就是說 過去被認為是最進步的 也最自由的城市叫上海 國際化的都市 可是這一次上海是率先出來抗爭 而且那個口號還滿激烈的 因為上海上次被封了好像超過兩個月 那請教一下崔芬 被封兩個月後就會變這樣嗎 隔離封控這件事情 對心理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一個當然就像剛剛大家說的 實體的隔離 行動受到限制 那當我們一個人 行動受到限制的時候 日常生活所需都會不便利 那另外一個資源又不足 像剛剛陳醫師提到的 醫療的資源也不夠 那再來就是這次發生災難 沒有辦法及時救援的這個部分 在心理上是非常容易產生 挫折 焦慮 憤怒的 那另外一個是心理上的隔離 不要小看兩個月 兩個月其實對心理上的隔離 我們跟人的關係是斷離的 然後會有那種孤單疏離 像以前我有朋友 在那個隔離期間 都會打電話跟我哭訴 他覺得好孤單好疏離 而且他只隔離七天而已 然後而且是真的確診了 這個我可以做證 我自己隔離過十四天 我真的是恐慌症 這麼嚴重啊 對 就是我可能這一秒鐘 我還覺得說 隔離不錯啊 還可以這樣自己看書啊 然後就是一個人的空間很好 可是我突然下一秒鐘 就突然覺得 呼吸不到空氣 心氣冒冷汗 呼吸喘不過氣來 然後真的就是 我就把那個門打開 然後跟飯店求救說 有沒有可以讓我到頂樓 去呼吸空氣 他說我沒辦法 那我說我怎麼樣才能夠出去 他說惟毅你只能看急診 我就只好去看急診 你人在服裝不自服 你才十四天 你在上海兩個月 對 所以你想 中國他們三年 其實他們很真的這種被隔離三年 不是 我是說整個大環境是隔離三年 可是就小 你要被關起來 那個真的是很恐慌 你知道我們有期徒刑判一年 以內都要關滿 一年以上就可以有所謂假釋 假釋至少必要關一半 然後你表現良好才可以假釋 那你關三年的意思就是 你判了六年 無題無題 共判人的意思對不對 那個多痛苦 你看那個有人 從那個高樓上面 他綁那個床單 因為你剛剛講到那個坐牢 對 真的有人綁床單 寧可要逃 他也知道危險 非常危險 可是他受不了 結果床單到一半 結果就掉下來 整個人就這樣子 所以你看那個狀況 那個壓力有多大 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床單怎麼有辦法 對啊 可是他那個很高 他就掉床單下來 但是他就覺得他就分屍一婆 床單要綁人綁多長 能綁多緊 沒有辦法 所以就不吸引的事情很多 另外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很多所謂他們的社區 就是小區 他們那個在裡面 社區裡面呼喊 那個呼喊說 我沒飯吃啊 我救我 怎麼樣 那個 鬼哭神嚎的 鬼哭神嚎 那個大家心理壓力會加倍增加 那這個東西就是累積的 民怨一再 所以我覺得那個精神狀況 真的會受到很大影響 我想要補充一下 你知道 如果把你關在賭場的感覺怎麼樣 賭場 米糕莓賭場 澳門的 如果艾鎖得很高興 聽起來沒有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澳門就是因為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有時候開有時候關 那一封空的時候 在米糕莓賭場那些 有人在想說 那關在賭場裡面 不就是可以整天在裡面打嗎 沒有 那裡面人受不了 他一樣要衝出去 然後我看他的影片 從那個賭場造成來對不對 大白 他穿那個大白 給他帶回來好不好 這就是跟我們講一件事 就是說你會以為說很爽啊 在飯店裡面 賭場裡面可以在那邊 連賭七天八天對不對 沒有 當一個人失去自由 他連外面那個陽光 都看不到的時候 即便他裡面有金碧會煌的賭場 什麼吃喝喝的 那種人買去笑 所以你看如果連賭場 他都待不下去了 那種快樂的那種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何況是一般的那種民宅 甚至那種小區的防控 而且他們的房子是這樣 那種小區我看過 那個鐵門是這樣打起來 那個鐵門對 我覺得對人的那種心理的壓力 就是說一個鐵門 那個就敲 那好像就是進到建道裡面 所以難怪這一次即便 而且我跟你講 我要特別贊取 或是說肯定的就是說 他們這些年輕人很勇敢到一個 我是有點為他們擔心 他們現在開始是說 這些年輕人開始把那個訊息開始刪了 因為他們準備要開始去逮人了 因為為什麼呢 相較於八九民運的六四啊 那有什麼人又找不到 因為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攝影機 反正就是上街頭完了以後 頂多就像剛剛博恩哥講的 那些帶頭的要逮住 可是其他那些可能會沒事 這次不是 你那天網密布 布局 所以你有所謂的訊息這些 其實你只要基本上有站出來的 拿一張白紙的 其實你都在他們當地公安就留下去 是 所以我覺得這些年輕人 都知道這麼危險 還敢站出來 你就知道他們那個壓力 跟那個憤怒有多深 我們可能低估了中國的控制 因為中國在學校裡面 其實都有他們黨派的人 共產黨派的人 派的人其實就是在監控學生 所以他就會做紀錄 現在可能哪裡沒辦法 可是事後他會 他會清算 他會鬥爭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逸中剛擔心的地方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